参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叫我来这儿做什么 你就是路人甲 是 本宫听闻太子与太子妃的身体康泰 是你的功吗 不敢要功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本宫要赏赐你 什么情况 娘娘赏的 吃了吧 谢谢娘娘 不过 我还不是很饿 你敢违背娘娘 要说这茶个点心没问题 鬼才信你 味道如何 谢谢娘娘 味道 我 我 抬下去吧 路姑娘身子这么差 怎么不早说与娘娘听 姑娘那口鲜血吐出来 可把娘娘吓了一跳 无怨无故晕倒的瘦 瘦禁的也是我好不好 宫中自有规矩 身体太差 就不能伺候归人了 娘娘仁慈 特意在宫外 给姑娘准备了住所 可自行养伤 你的意思是说 想把我驱逐出宫对吧 陆姑娘慎言 如今你是愿意也好 不愿意也好 没人能保 都给我住手 把东西放下 十一 恳请十一殿下 不要阻拦我等班差 我不管 今天一个也别想给我出这门 这是在干什么 给太子殿下请安 小甲 收拾东西这是要去哪里 回殿下 皇后娘娘赏赐陆姑娘出宫养病 小甲本来就是私药寺的侍女 出宫去养兵干什么 大哥 他们就这么欺负小甲 太过分了 救人 快救人 太子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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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嗯 我父母 其痛无比 太医们说 只有陆姑娘才能医治 她有偏方 对啊 看给我四哥腾成什么样了 小甲 快帮她看看 可是皇后娘娘说了 放 本王父母齐痛 就算母后知道又能如何 难道 让本王一直难受下去吗 二皇子殿下 给二殿下请安 大哥 你们都在这儿做什么 陆姑娘为我医治有功 我已经向父皇请迟 破格晋升踏位私药厮的医女 还不快给我退下 好 是 小甲 小甲 十一 你明日不还有早课吗 让陆姨女好好休息吧 你早点回去 是 那臣弟先告退了 老四 你肚子还疼吗 要不要找太医令给你诊治一下 多谢大哥关心 臣弟已无大碍 望大哥保重身体 那好 你好好照顾小甲 是 二弟 父皇着生小甲 可有诏书 并没有 你可知甲传圣旨 是重罪 大哥不必为我担心 我一定会替小甲 请下这道圣旨 倘若我今日不这样讲 母后宫中的人 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可皇后娘娘她 罢了 好歹现在小甲也平安无事 明日我也去求一求父皇算了 公人回报 今日二殿下 假以封衣女为由 将人拦了下来 二殿下 假以封衣女为由 很晚了 娘娘已准备休息 二殿下有事明日再来吧 二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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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拦了 我 二殿下 二殿下 我 二殿下 这依女是怎么回事 你真的向陛下求了旨意 你竟然为了一个 贱婢假传圣旨 儿臣会向父皇说明一切 为他谴下这道圣旨来的 他到底给你施了什么魔杖 你竟然干出 假传圣旨这种事情 若是被你父皇知晓了 那是会怪罪下来的 我会将这一切处理妥当的 你会处理好一切 你如此行事作风 让你父皇如何放心 将江山设计交于你 儿臣会向父皇 证明自己的能力的 本宫知晓你的骄傲 但你也要明白 你是新明唯一的嫡子 是未来要登上大魏之人 万万不能被情爱美色 牵绊住手脚 罢了 不提这个扫兴的 本宫替你相看了 李将军家的二小姐 李将军手握边境重地 是一枚重要的棋子 下个月的除夕晚宴人 本宫就安排你们见面 母后想做什么 儿臣都明白 但是儿臣要光明正大地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样不择手段 儿臣万万不能接受 你 母后 儿臣先行告退 你 不忍赞 不忍赞